今年香港米芝蓮飲食指南來到第九屆 當中還有些有趣的數字 有米芝蓮指南的地方 Ruberchon開的餐廳都有升 它在全球11個城市開了27間餐廳 總共為它獲得31星 令它成為全球擁有最多星的名廚 唯獨暗淡無光的 就是還未有指南的泰國和台北 有類似禮遇的 還有白松露茲副共班牙 無論在香港的主線還是副線的餐廳 上海和澳門的分店都一開就擇升 連今年年中開的Chargordi Italian 都得到米芝蓮車太人的美食推介 擇升之路有跡可尋的還有中菜廳 這幾年拿到三星和二星的 超過七成都來自酒店 一星的中菜廳名單變化比較大 但不難發現一直都有利遠酒家的蹤影 指南的結果大家都捉到路 看來年的結果你都應該猜到了 你做些事 極小風 澳門的